第十三回 献虎学金星解恶 双叉岭博钦刘僧 诗曰 大有唐王将赤风 钦差玄藏问禅宗 剑心魔拙寻龙学 着意羞耻上纠风 边界远游多少国 云山前渡万千虫 至今别价投西去 顶较加持物大空 却说三藏 自贞贯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 蒙唐王与多官送出长安关外 一二日马不停蹄 早至法门寺 本寺住持上房长老 带领众僧有五百余人 两边罗列 接至里边 相见献茶 茶吧 尽斋 斋后不绝天晚 正是那 正是那 影栋星河进 月明五点尘 燕生明远汉 真运响西林 龟鸟七枯树 禅僧蒋范音 蒲团一踏上 坐到夜将分 众僧们 登下一论佛门定旨 上西天取经的缘由 有的说 水远山高 有的说 路多虎豹 有的说 军陵斗牙难度 有的说 独魔恶怪难详 三藏 浅口不言 但以手 指字心 点头几度 众僧们 莫解其意 何长请问 法师 指心点头者 何也 三藏答曰 心生 种种磨生 心灭 种种磨灭 我弟子 曾在化生寺 对佛设下 弘氏大愿 不由我不尽此心 此一去 定要到西天 见佛求精 使我们法轮回转 愿圣主 黄土永固 众僧闻得此言 人人称献 各个宣扬 都叫一声 忠心痴胆 大产法师 夸赞不尽 请诗 入踏 安昧 早又是 竹锹残月落 鸡唱 小云声 那众僧起来 收拾茶水 早斋 玄藏 虽穿了 穿了袈裤 上正殿 佛前礼拜 弟子 陈玄藏 前往西天取经 但肉眼鱼迷 不识活佛真行 金愿力士 路中 逢庙烧香 遇佛拜佛 遇塔扫塔 但愿我佛慈悲 早现 丈六金身 赐真经 流传 东土 祝霸 回方丈 进斋 斋壁 那二从者 整顿了安马 促攒行程 三藏出了山门 辞别众僧 众僧 不忍分别 直送有十里之遥 勤泪而返 三藏 遂直膝前进 正是那季秋天起 但见 树村木落 炉花岁 几树枫阳 红叶坠 路途烟雨 故人兮 黄菊丽 山谷戏 水寒河破 人憔悴 白瓶红鸟 双天雪 落霞孤雾 长空坠 依稀暗淡 野云飞 玄鸟去 冰红志 寥寥历历 生枭碎 师徒们行了数日 到了拱州城 早有拱州 何处官吏人等 迎接入城中 安歇一夜 次早出城前去 一路积餐可饮 夜住小行 两三日 又至何州位 此乃是大唐的山河边界 早有镇边的总兵 与本处僧道 闻得是钦差玉帝法师 上西方见佛 无不恭敬 截至里面 供给了 着僧刚 请往福元寺 安歇 本寺僧人 一一参见 安排晚斋 斋壁 吩咐二从者 喂饱马匹 天不明就行 吉吉方明 随唐从者 却又惊动四僧 整至茶汤斋供 斋壁出离边界 这长老心忙 太起早了 原来此时秋深时节 鸡鸣的早 只好有四更天气 一行三人 连马四口 迎着青霜 看着明夜 行有数十里远近 见一山岭 只得波草巡路 说不尽 齐驱难走 又恐怕错了路径 正一丝之间 忽然失足 三人连马都跌入坑坎之中 三丈心慌 从者胆战 却在耸聚 又闻在里面 消吼高呼 叫 拿将来 拿将来 只见狂风滚捆 用出五六十个妖邪 将三丈 从者揪了上去 这法师 战战兢兢的偷眼观看 上面坐着那魔王 十分凶恶 真个是穷威身凌凌 猛气冒堂堂 电幕飞光燕 雷声震四方 巨牙疏口外 早齿露腮旁 锦绣为身体 纹斑裹几量 刚需西剑肉 高爪立如霜 东海皇宫巨 南山白鹅王 下这个三丈 魂飞魄散 二从者是骨软金马 魔王贺令绑了 众妖一起将三人 用绳索绑腹 正要安排吞食 只听到外面喧哗 有人来报 雄山君与特处 是二位来也 三丈文言 抬头观看 前走的是一条黑汉 你到他是怎生模样 雄豪多胆量 轻剑笨身躯 涉水为兄弟 跑林逞怒威 向来伏鸡梦 金毒露英姿 绿树能攀折 知寒善玉食 准灵为灵处 故此号山君 又见那后边来的 是一条胖汉 你到怎生模样 戳额双脚观 端速耸肩背 幸福轻衣吻 提步多池志 宗鸣附作孤 元昊母称字 能为田者公 殷名特处事 这两个摇摇摆摆 走入里面 慌着那魔王 奔出迎接 雄山君道 银将军 一向得意 可可可可 特处事道 银将军 风姿盛长 真可行 真可行 魔王道 二公林如何 山君道 为首宿 楚事道 为随时尔 三人续霸 各作谈笑 只见那从者 绑着痛切悲疲 那黑汉道 此三者何来 魔王道 自送上门来者 楚事笑云 可能戴客佛 魔王道 奉承 奉承 山君道 不可禁用 十七二 留其一可远 魔王领诺 几乎左右 将二从者 抛腹弯心 剁碎其尸 将首级与心肝 奉献二克 将四肢自食 其余骨肉 分给各腰 嘿 只听得 郭卓之声 真似虎诞羊羔 煞食食尽 把一个长老 几乎吓死 嘿 这才是 出出长安 第一场的苦难 正创荒之间 渐渐的东方发白 那二怪 至天小 方散 据道 今日厚扰 荣日 结成凤桥 方一拥而退 不一时 红日高升 三藏 昏昏沉沉 也辨不得 东西南北 正上的不得命处 忽然 建一老手 手持 筑杖而来 走上前 用手 一佛 绳索 接断 对面 吹了一口气 三藏方苏 跪拜余地 多谢老公公 大救贫僧 性命 老手 打理 你起来 你可曾 疏失了什么东西 贫僧的 从人 已是被怪死了 只不知 行李马匹 在于何处 老手 用杖 指定道 那箱 不是一匹马 两个包袱 三藏回头看时 果是他的物件 并不曾失落 心裁略放下些 问老所 曰 老公公 此处 世甚所在 公公 何有在此 此事 双叉岭 乃 虎狼 朝学处 你为何 堕此 贫僧 鸡鸣时 出 河州 未见 不料 起得早了 冒霜 波露 忽失落 此地 见一魔王 凶丸太甚 将贫僧 与二从者 绑了 又见一条 黑汉 称是 雄山君 一条胖汉 称是 特楚氏 走进来 称那魔王 是 银将军 他三个 把我二从者 吃了 天光才散 不想 我是哪里有 这大猿大僧 敢的老公公 来此救我 老所道 楚氏者 是个野牛精 山君者 山君者 是个 雄皮精 银将军者 是个 老虎精 左右 妖邪 尽都是些个 山精 戍鬼 怪兽 苍狼 只因 你的本性 原名 所以 吃不得你 你跟我来 引你上路 山脏 不声 感激 将包袱 烧在马上 牵着 江上 相随 老手 竟出了 坑坎之中 走上大路 却将马 拴在 道旁的草头上 转身 拜现 那公公 那公公 虽化作一阵 清风 跨一只 珠顶白鹤 腾空而去 只见 风飘飘 移下一张 简帖 书上 四句 颂子 颂子云 无奈 西天 太白 心 特来 搭救 辱生灵 前行 自有 神图住 莫为 艰难 抱怨 金 山脏 看了 对天 礼拜 多谢 金星 度脱 此难 拜 牵了马匹 独自个儿 咕咕唧唧 往前 苦尽 这岭上 真个是 寒萨萨 雨林风 降潺潺 渐下水 香复复 野花开 蜜丛丛 乱石垒 闹嚷嚷 鹿语圆 一对对 张和吉 喧杂杂 鸟声多 静悄悄 人是米 那长老 战兢兢 心不宁 这马儿 力切切 提难举 三藏 舍身拼命 上了那 峻岭之间 行经半日 更不见个 人烟 孙舌 一则 腹中 鸡了 二则 路又 不平 正在危急之际 只见前面 有两只 猛虎 咆哮 后边 有几条 长蛇 盘绕 左有毒虫 右有怪兽 三藏 孤身无策 只得 放下身心 听天所命 又不在 那马 腰软 提弯 便使俱下 浮倒在地 打又打不起 是牵又牵不动 苦得个法师 趁身天地 真个有万分其处 以自分 必死 莫可奈何 却说 他虽有栽纯 却有旧因 正在那不得命处 忽然间 独虫奔走 妖兽飞逃 猛虎 前宗 长蛇 引记 三藏抬头看时 只见一人 手指刚插 腰拳弓箭 自那山坡前转出 果然是条好汉 你看他 头上戴一顶 艾叶花般爆皮帽 身上穿一领 羊绒织紧 波罗衣 腰间竖一条 尸软带 脚下洗一对 鸡皮靴 环眼 元晶如 吊客 圈须乱扰 似何魁 悬一囊 毒药 攻使 哪一杆 点钢 大叉 雷声 震破 山虫胆 勇猛 惊残 野智魂 山藏见他来得渐进 跪在路旁 河掌高叫 大王救命 大王救命 那条汉到边前 放下钢叉 用手掺起 长老休怕 我不是歹人 我是这山中的猎户 姓刘 名 伯钦 绰号 镇山太宝 我才自来 要寻两只山虫诗用 不其欲章你 多有冲撞 三藏道 贫僧 是大唐架下 钦差往西天 拜佛求经的和尚 世间来到此处 遇着些 狼虎蛇虫 四边围绕 不能前进 忽见太宝来 众兽接走 救了贫僧性命 多谢 多谢 伯钦道 我在这里住人 专意打些狼虎为生 做些蛇虫过火 故此众兽怕我走了 你既是唐朝来的 与我都是乡里 此间还是大唐的地界 我也是唐朝的百姓 我和你同时皇王的水土 诚然是异国之人 你休怕 跟我来 到我设下歇马 临朝 我送你上路 三藏文言 满心欢喜 谢了伯钦 千马随行 过了山坡 又听得呼呼风响 伯钦道 张老修总 坐在此间 风响处 是个山猫来了 等我拿他家去管带你 三藏剑说 又胆战心惊 不敢举步 那太宝 直了钢叉 拽开步 迎将上去 只见一只斑斑虎 对面撞见 他看见伯钦 急回头就走 这太宝 啼一声 多道 哪叶猪 哪里走 那虎 见赶得急 转身轮爪扑来 这太宝 三股叉 只手迎敌 吓得个山脏 软瘫在草地 这和尚 自出娘肚皮 哪曾见这样凶险的勾当 太宝与那虎 在那山坡下 是人虎相执 果实一场好斗 但见 怒气纷纷 狂风滚滚 怒气纷纷 太宝冲冠多履历 狂风滚滚 颁标城市 喷红尘 那一个张牙舞爪 这一个转步回身 三股叉 晴天晃日 天花尾 扰雾飞云 这一个 当凶乱刺 哪一个 披面来吞 闪过的 再生人道 撞着的 并见阎君 只听得 那颁标消吼 太宝生狠 颁标消吼 震裂山川 惊鸟兽 太宝生狠 鹤开天府 献星辰 那一个 惊惊怒出 这一个 壮胆生辰 可爱震山 刘太宝 看夸 巨帝 寿之君 人虎贪生 争胜父 歇而有慢 丧三魂 他两个 斗了有一个时辰 指尖的虎 爪慢 腰松 被太宝 举插 平胸刺倒 可怜哪 钢插尖 穿透心肝 煞事间 血流满地 揪着耳朵 拖上路来 好男子 气不连船 面不改色 对三藏道 造化 造化 这只山猫 够长老实用几日 三藏 夸赞不尽 哎呀 开宝 真山神也 伯钦道 有何本事 赶老过奖 这个是长老的红福 去来 赶早儿 煲了皮 煮些肉 管带你也 他一只手 直着插 一只手 拖着虎 在前引路 三藏 牵着马 随后而行 一里行过山坡 忽见一座山庄 那门前 真个是 参天古树 漫路荒腾 万赫 风尘冷 天涯 气象棋 一镜野花 香西体 树干 幽竹 绿衣 草门楼 黎巴院 看苗 看画 石板桥 白土壁 真乐 真兮 秋荣 萧索 爽气 孤高 道旁 黄叶落 领上 白云飘 书林内 山晴 锅锅 装门外 戏犬 寥寥 伯钦到了门首 将死虎置下 叫 小子们何在 之间走出三四个家童 都是怪形恶像之类 上前 拖拖拉拉 把这虎 扛将进去 伯钦吩咐叫 赶早包了皮 安排将来 代客 傅回头 迎接三藏 进内 彼此相见 三藏 又拜谢伯钦 厚恩怜悯救命 伯钦道 哎 同乡之人 何劳之谢 坐定茶坝 有一老玉 领着一个媳妇 对三藏敬礼 伯钦道 此时家母 山妻 三藏道 请令堂上座 贫僧奉拜 老玉道 哎 张老远客 各请自贞 不劳拜吧 伯钦道 母亲啊 她是唐王架下 拆往西天 见佛求情者 世间在领头上 遇着孩儿 孩儿念 一国之人 请他来家歇马 明日送他上路 老玉文言 十分欢喜 哎 好好好 就是请他 不得这般恰好啊 哎 明日 你父亲周记 就美长老 做些好事 念卷经文 到后日 送他去吧 这刘伯钦 虽是一个杀虎手 镇山的太保 他却有些孝顺之心 文德母言 就要安排相指 留住三藏 说话间 不觉得天色将晚 小弟们排开桌栋 拿着几盘烂熟虎肉 热腾腾的放在上面 伯钦 请三藏全用 再另办饭 三藏和掌当凶 哦 善哉 贫僧不瞒太保说 自出娘胎 就做和尚 更不晓得吃荤 伯钦 闻得此说 沉吟了半赏 嗯 嘿 张老 汉家 历代以来 不晓得吃肃 木啊 就是有些个竹笋 踩些木耳 循些干菜 做些豆腐 也都是张鹿虎豹的油煎 却无甚诉处 有两眼锅躁 也都是油腻透了 这等奈何 哎呀 哎 凡事我请长老都不是 三藏道 哦 太保不必多心 请自受用 我贫僧 就是三五日不吃饭 也可忍饿 只是不敢破了斋戒 哎 那倘荒饿死 却如之河 啊 敢得太保天恩 搭救出虎狼丛礼 就是饿死 也强如胃虎啊 薄钦的母亲文说 叫道 孩儿 不要与长老贤讲 我自有素物 可以管带 嗯 素物何来 哎 你莫管我 我自有素的 叫媳妇将小锅取下 灼火烧了油腻 刷了又刷 洗了又洗 却仍安在灶上 先烧半锅滚水 别用 却又将些山地鱼叶子 灼水煎做茶汤 然后将些黄粮素米煮起饭来 又把些干菜煮熟盛了两碗拿出来铺在桌上 老母对着三藏道 张老请摆 这是老身与儿父亲自动手整理的一些集结镜 集结镜的茶饭 三藏下来谢了 方才上座 那伯亲 那伯亲立射一处 铺排些没盐没降的老虎肉 香张肉 蟒蛇肉 狐狸肉 兔肉 点多鹿肉干吧 满盘满碗的 陪着三藏吃斋 方坐下西域举住 只见三藏合掌诵经 吓得个伯亲 不敢动住 急起身立在旁边 三藏念不数据 却叫请斋 伯亲道 嘿 你是个念短头经的和尚 三藏道 此非是经 乃是一卷 皆斋之咒 哎 你们出家人 偏有许多计较 吃饭便也念诵念诵 吃了斋饭 收了盘碗 渐渐天晚 伯亲影着三藏 出中宅 到后边走走 穿过夹道 有一座草亭 推开门 入到里面 只见那四壁上挂几张强弓硬弩插几胡键 过梁上搭两块血腥的虎皮 墙跟头插着许多枪刀插棒 正中间射两张座器 伯亲请三藏坐坐 三藏见这般凶险阿张 不敢久坐 遂出了草庭 又往后再行 是一座大园子 却看不进 那重重举蕊堆黄 树树风扬挂赤 又见乎的一声 跑出十来只肥鹿 一大阵黄张 见了人 泥泥痴痴 更不恐惧 三藏道 呃 这张鹿 像是太保养家了的 伯亲道 哈 是你的长安城中人家 有钱的集财宝 有庄的集聚稻粮 死我们这打猎的 只得聚养些野兽 背天婴儿 他两个说话咸行 不觉黄昏 付转前宅安歇 次早 那何家老小都起来 就整肃栽 管带长老 请开启念经 这长老 静了手 同太保家堂前 捻了香 拜了家堂 三藏 方敲下木鱼 先念了 敬口业的真言 又念了 敬身心的神咒 然后开 杜王经一卷 宋帝 伯亲又请写 剑王书一道 再开念 金刚经 观音经 一一朗音高颂 宋帝 吃了五斋 又念法华经 弥陀经 各颂几卷 又念一卷孔雀经 集谈地处喜业的故事 早又天晚 献过了种种香火 画了众神植马 烧了剑王文书 佛事已必 又各安寝 却说 那伯亲的父亲之灵 超见得脱沉沦 鬼魂二 早来到东家宅内 脱一梦 与何宅长又道 我在阴司里苦难难脱 日久不得超生 今幸得圣僧 念了经卷 消了我的罪业 阎王差人送我 上中华腹地 长者人家脱生去了 你们可好生谢送长老 不要怠慢 不要怠慢 我去也 这才是万法庄严 端有义 剑王离苦 出沉沦 那何家儿梦醒 又早太阳东上 伯亲的娘子道 太宝 我今夜梦见公公来家 说他在阴司 苦难难脱 日久不得超生 今幸得圣僧 面了经卷 消了他的罪业 阎王差人 送他上中华腹地 长者人家 脱生去 叫我们好生谢那长老 不得怠慢 他说吧 竟出门 阳长去了 我们叫他不应 留他不住 醒来 却是一梦 伯亲道 哎 我也是那种一梦 与你一般呢 哎 我们起去 对母亲说去 他两口子 正欲去说 只见老母叫道 伯亲孩儿 你来 我与你说话 二人之前 老母坐在床上道 儿啊 我今夜得了个喜梦 梦见你父亲来家 说多亏了长老超度 已消了罪业 上中华腹地 长者家去脱生 夫妻们举呵呵大笑 哈哈哈哈 我与媳妇皆有此梦 正来告评 不期母亲呼唤 也是此梦 睡觉一家大乔起来 安排谢义 替他收拾马匹 都治前拜谢 多谢长老 抄见我王父 拖难超生 报答不尽 三藏道 贫生 有何能处 赶劳致谢 伯亲 把三口儿的梦话 对三藏 陈述一遍 三藏也喜 早供给了 宿斋 又去白银 一两为谢 三藏 分文不受 一家儿又肯肯败秧 三藏 毕竟是分文未受 但道 是你肯发慈悲 送我一程 足感至爱 伯亲 与母妻无奈 即做了些粗面烧饼干粮 叫伯亲远送 三藏 欢喜受纳 太宝领了母命 又换三两个家童 各带捕猎的器械 同上大路 哈 看不尽那山中野景 领上风光 行经半日 只见对面处 有一座大山 真个是高阶清潇 摧尾险峻 三藏不一时 到了边前 那太宝登此山 如行屏蔽 正走到半山之中 伯亲回身 立于陆下道 张老 你自前进 我却告回 三藏文言滚安下马道 哎哟 千万赶劳太宝再送一程 伯亲道 张老不知 此山换作两界山 东半边 属我大唐所管 西半边 乃是达旦的地界 那乡狼虎 不服我降 我却也不能过界 你自去吧 三藏心精 轮开手千亿之魅 滴泪难分 正在那叮咛败别之际 只听得山脚下叫喊如雷道 我师父来也 我师父来也 吓得和三藏痴呆 伯亲打正 毕竟不知是 圣人叫喊 嗯